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菜鸟飞学员打香蕉 欢迎收看今天的游戏视频 估计大家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模型的BGM了 但是只要这个BGM一换出来 大家就知道我又要开始作词了 因为今天我们又找到了四架的招牌机 准备在这个高300米的大棒上找到四极 这四架招牌机分别是 427、25157、大博39 这1DG1540螺旋甲特技规机 其中四架招牌机中 427体型最大 其次是OL17 这两款招牌机都属于重型招牌机 因为这种挑战难度还是很大的 毕竟支持了重量在那里 接下来就要看他们发动机的表现了 现在马上开始我们的大坝推推机系列 说实计划 第一个上场的是毛雄的427招牌机 427可以说的上是一款非常经典的招牌机的 因为毛雄后续很多招牌机的外型 都是也用了427的外型进行改造升级的 那427民生在外的一场战役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那就是发展在空中的4招牌机 已经用精湛的技术 以及427出色的机动能力 把敌方的B3侦察机给吓好了 现在我们就把非常牛的427 从大坝上推下去 靠下是我还有当年的昏场 最后127身风失败 在这种摔弹的地面上 其实主要还是127的制作实在太重了 才造成这种机会人王的局面 像127的小弟 比较零 跟苏商务 因为有了死量发动机的支持 都非常完美的完成了大坝系列的挑战 第二个上场的是 冰家O1C战斗机 O1C当年跟苏尔鸡 可以说是一对死敌 今天他们再次同台竞技 苏尔鸡已经先趴一步亏西了 接下来就要看O1C的表现了 至于亏西什么结果 现在我们加油们 把O1C战斗机给推下去 就知道了 进入鹰医匠的O1C战斗机 成功的飞了起来 不得不说 鹰医匠的发动机技术 实在肯定 没有死量的情况下 可能把这么重的战斗机给拖起来 鹰匠的确有力大揮装的能力 第三个上场的是 薩泊39战斗机 薩泊39是薩泊37的登记版 当时薩泊39挑战大坝系列的表现 可会撒的不好 薩泊39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就直接排在了地面上发生了爆炸 现在我们把薩泊39推下去 希望不要再重蹈薩泊37的固责了 最后薩泊39还是失败的 只是表现的比薩泊37好了一些 没有跟薩泊37一样 直接从大坝上掉了下来 发动机的升级力度还是很大的 第一次下上场的是 EDGE540螺旋甲特技飞机 以前我们有点把螺旋甲三道机 也成功起飞过 螺旋甲飞机面对这种挑战 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因为他们的对照就决定了 他们可以在恒导而距离内 就能升空 而且EDGE540这下飞机 还是用着现代材料制作的 经过了大量的轻压化抬战 所以面对这种挑战 应该是非常轻松的 跟EDGE540螺旋甲飞机 跟我们猜想的一样 非常轻松的就从大坝上飞到起来 那今天的游戏视频到这里又结束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